这是乌兰南站新开的地铁线 来坐这个新的线去欧南园 一共13站 看看多长时间新的地铁线能到 今天是星期一 地铁站人特别的少 所以不是在周六周日出门 在新加坡做公共交通非常的舒服 现在坐这个棕色线 是从乌兰以后会到张仪机场的线 现在只开通了一部分 现在是开到了滨海湾花园 天天来了 半个小时一共是13站 从乌兰南站到牛车水 半个小时的时间挺快的 我要坐红线 其他的线还要转地铁就很麻烦 所以新的地铁线真的是很方便的 现在在欧南园地铁站 旁边这个楼已经这么高了 挺快的 已经耽误了很长时间 这个位置多好 看前面这个新加坡最有名的建筑 现在房价涨得这么快 这个房子应该是卖的更高价了 转手的人应该都赚钱了 乌兰远地铁站这一年半没来了 真的是变化挺大的 新的咖啡色的地铁线出口 还有紫色线绿色线 四通八达的 上来都不知道从哪个口上 所以还要熟悉一段时间 应该是在这个路口出来 那离牛车水就更近了 看这边这个珠宫大厦 拆了之后还没有建 这个叫珍珠坊 古老的建筑 依然屹立在那里 看从欧南园这个地铁站出来 有遮阳棚一直通到珍珠坊 一年半不见 这边真的是修得太好了 变化也太大了 看这边这个高楼大厦 也起得挺快的了 这个位置真好 买了一丁升值 这就是原来的欧南园地铁站 现在已经变化成这样了 刚才的遮阳棚是到巴士站 和这边原来旧的遮阳棚 有个断档没有行街上 所以那是一段遗憾 要不然从地铁站走到珍珠坊 就不用打雨伞了 到了珍珠坊 珍珠坊里边没什么变化 星期一人不是那么多 林志园的肉干 我看星期一平时是没什么人的 现在是下午不到两点 过路午餐的时间 榴莲多少钱 看这价格 价格榴莲 旁边就是换钱的 我要换下马帝 在这站牌 鸭脖 这边全是中国特色的小吃 是卖榴莲的 红虾老树是一公斤六十二 明天要去新山 看看新山卖多少钱 看这牌这么长 很多人都是换马币的 报纸上网上都说是新币对马币达到了3.41 今天是降了吗 新币换马币是1比3.35 所以前几天是高峰 是不是马币降了 还是这边新币换马币 就是这个家别的地方会高一点吗 3.35也不错了 比前一段时间高 全是出面而来 九霄云外 冰糖葫芦 看看都是中国的特色 看看中国特色美食 找一点包天下都是包子 所以他们都是水果 各种面食 他们原来卖凉拌菜的 现在改成这样的了 凉拌菜的现在是这样 以前都是露天的 温家宝家的包子 其实挺好的 大馒头 各种馒头 他家也卖川菜 凉拌菜了 温家宝 好又来的拌菜 卤菜西安特色 大呼又烧辣 我的天哪 这名字都具中国特色 山东的 看这是山东的 就想起滋伯烧烤了 麦当劳 后边就是 牛车水的这个 是那个 是卖吃的这里 山东摊飞这里人是最多的 这美食这个广场 这里是在装修吗 天哪看珍珠百货商场收拾中心 改善工程 这边在改善 我的天这一年半真的没有来 牛车水 变化也太大了 珍珠百货商场收拾中心在装修 关了 这边是OG在装修 那这边的中国美食生意应该不错 因为整个的收拾中心都关了 换完钱了 现在准备去卖冰淇淋的 这个车还在这边 看车 贵铁站 现在是下午2点58分 看看玉华国货里边有什么变化吗 玉华国货里的冷气一如既往的好 外面热死了 一进来真的太舒服了 前面是南洋老咖啡 现在是三点钟看着人 出来了 玉华国货的一楼 原来没有卖护肤品的 现在增加了护肤品 冷气太舒服了 玉华国货 我的天 幸运牛车水 旁边是麦当劳 现在也改了 相话太大了 旁边是美食街 我们会感谢 不呀 定 感到 所有